9月上旬,广西多地遭遇台风摩羯袭袭击,强降雨造成各式不同程度洪涝灾害 雍江南宁市河段遭遇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 在南宁市清秀区无人机应急指挥中心 多家无人机公司多悬艺,固定艺等多型无人机投入抗洪救灾中 不间断进行巡查,收集水情 技术员向记者介绍起当时的情形 它可以实现长较远距离拍摄更加清晰地获取这些实时的图传市面 插集的每一波数据我们都可以进行两期对比 实施分析水位的涨与落 在我们飞机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防水性 在IP55一个等级 在中小雨量完全可以 在夜间的话我们可以搭配相应的一个夜视镜头 红外镜头都可以对地面获取到有效的信息 红外可以判别人员有没有受困 如果有物资投放的我们的运甲机也可以上 空中投放物资 除能有效满足抗洪救灾等应急需求外 清秀区创新中心内的无人机企业 还开拓出楼房外立面检测预防波落 河流水稻巡查保护渔业资源 农龄植保物资运输 释放催化剂人工增余等多项业务 低空经济发展初建规模 在翻车会领域的话 比如房屋检测这一块 那在传统的做法的话 它是在钓蜘蛛人进行这个墙面的这个外立面检测 运用了我们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检测技术之后 我们无人机通过搭载我们的红外摄像头 以及我们的高清分辨率的这个相机 可以实时的对我们的墙面做精细化的检测 那我们人员的话可以不用再钓我们的蜘蛛绳下去了 这样的话对我们人员的安全性能够得这个极大的保证 而且我们无人机的效率非常的高 无人机在人工降雨作业方面就有巨大的优势 相比于传统的火箭发射的这个模式 无人机可以直接飞到云层上空进行拨洒 极大提高了这个工作效率 以及保证了这个安全 那么利用火箭弹进行人工降雨作业 它的效率相对来说会更低 并且火箭作业完以后掉落的区域不可控 会对人员以及我们的农作物 以及房屋等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 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连 借助区位优势 广西无人机企业乘势将业务从中东 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开拓到东盟国家 共同推进低空航线 发展低空经济潜力 产业园区也积极布局展会 组织无人机赛事 举办交流沙龙等为企业搭建出海平台 我们在澳大利亚以及中东等国家 均有这个业务的往来 主要是在这个科学研究 巡检巡查等方面 目前我们跟东盟国家 包括越南 马来西亚 均签署了代理协议 在农林质保 巡检巡查 以及挂载运输方面 去赋能东盟国家的 这个更多的场景应用 现在我们也跟南宁ICP服务中心 包括广西的猫出会这边在接洽 希望我们搭建一个南宁地空经济企业出海的平台 我们的一个无人机方面的一个比赛 还有我们场景应用的一些活动 我们会联合东盟的一些 祝南宁的友好青年来进行共同来举办 这个的话也是加深 东盟国家对南宁地空经济企业的一个了解 和我们对这个产业的一个深入沟通 我们下期见到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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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到那边